我祝福神的大人 在名字的庆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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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福利阿姆 众人以为他们得自由地说 我们以信道乐而不受考验吗 我确认考验在他们之前的人 真主必定要知道说实话者 必定要知道说谎者 难道作恶的人以为 他们能逃出我的法王吗 他们的判断真恶劣 凡希望会见真主者 谁都应当知道 真主的限期是必定降临的 真主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知的 凡奋斗者都只为自己而奋斗 真主却是无求于全世界的 信道而去行善者 我必定勾销他们的罪恶 我必定以他们的行为的最优的报酬赏赐他们 我曾令人孝敬父母 如果他俩勒令你用你所不知道的东西配我 那么你不要服从他俩 你们要归于我 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 信道而去行善者 我必定使他们入于善人之列 有些人说我们已信真主了 当他们为真主而受迫害的时候 他们把众人的迫害当作真主的刑罚 如果冤注从你们的主将领 他们必定说我们确是与你们在一起的 难道真主不是知道世人的殉警的吗 真主的确知道信道者 的确知道违信者 不信道的人对信道的人说 你们遵守我们的教条吧 让我们负担你们的罪过 其实 他们绝不能负担他们的一点罪过 他们却是说谎的 他们必定负担自己的重担 再加上别人的负担 复活日 他们对于自己所伪造的谎言 必受审问 我却派奴哈去教化他的宗族 他在他们之间逗留了九百五十年 洪水就袭击了他们 因为他们是不义的 我拯救了他和他同传的人 我以那位全世界的一个迹象 我却派见一步拉新 当日他对他的宗族说 你们应当崇拜真主 应当敬畏他 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知道 除真主外 你们只崇拜偶像 你们只捏造妄言 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偶像 不能主持你们的吉养 所以你们应当到真主那里 寻求吉养 你们应当崇拜他 你们应当感谢他 你们只被招归他 如果你们否认我 那么在你们之前的许多民族 也否认过他们的使者 使者的责任只是明白的传达 难道他们没有看见 真主怎样创造众生 然后使他们复活吗 这对于真主却是容易的 你说 你们应当在大地上旅行 因而观察 真主怎样创造众生 又怎样再造他们 真主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 他惩罚他所抑郁者 连续他所抑郁者 你们只被招归于他 你们无论在地上 或在天上都不能逃避天前 除真主外 你们没有任何监护者 也没有任何援助者 不幸真主的迹象 急于真主会见得 这等人对我的恩惠已经绝望了 这等人将受痛苦的刑罚 他的宗族说 你们杀死他或烧死他吧 这是他们唯一的答复 真主拯救他脱离烈火 对于信道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他说 你们舍真主而已 偶像为神灵 只为今世生活中互相亲爱罢了 但在复活日 你们将互相抵赖 互相诅咒 你们的归宿是火域 你们绝没有援助者 尔特就为他而信道 尔布拉辛说 我必定迁移到我的主那里去 他却是万能的 却是炙烈的 我赏赐他 我以预言和天经赏赐他的后裔 我把他在今世的报酬赏赐他 在后世避在善人之列 他们派遣卢特 当日 他对他的宗族说 你们的确干丑事 在你们之前全世界的人 没有干过这种丑事的 你们务必要以男做女 拦路作恶当众宣淫吗 他的宗族说 你把真主的刑法招事我们吧 如果你是诚实的人 这是他们唯一的答复 你说 我的主啊 求你助我 以对抗相分败俗的人们 当我的使者带着 嘉英来访 尔布拉辛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必定毁灭这个城市的居民 这个城市的居民 却是不义的 他说 卢特的确在这个城市里 他们说 我们知道 在这个城市里的人 我们必定要拯救他和他的信徒 他的妻子除外 他是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的 当我的使者来访卢特的时候 他为他们而忧愁 他无法保护他们 他们说 你不要害怕 不要忧愁 我们必定拯救你和你的信徒 你的妻子除外 他是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的 必定是天灾从天空降于这个城市的居民 这是由于他们的放荡 我却以为能了解的民众 而是这个城市遗留 做着一个明显的具象 我从太前舒阿布教华 买的烟人 他就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崇拜真主 应当畏惧末日 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 摆弄是非 但他们否认他 地震就袭击了他们 顷刻之间 他们就僵握在个人的家中 我曾毁灭阿德人和萨摩德人 他们从他们居住的地方 却已明白他们被毁灭的情形 恶魔以他们的行为迷惑他们 而阻碍他们遵循正道 他们原来是能思维的 我曾毁灭哈龙 法老和哈曼 摩斯拉曾招视他们许多明镇 但他们在地方上自大 他们未能逃避天前 每一个人 我都因他们的罪过而加以惩罚 他们中有我曾 使非杀走时的暴风去伤害的 有为恐怖所袭击的 有我使他隆陷在地面下的 有我被逆杀的真主不知 亏望他们 但他们亏望了自己 有些人舍真主而 别求监护者 他们必如 蜘蛛造物 最脆弱的房屋 却是蜘蛛的房屋 假如他们认识这个道理 就不会崇拜偶像了 真主的确知道 他们舍他而指导的任何物 他是万能的 是智锐的 这些比喻 是我为众人而设的 只有学者能了解他 真主本真理而创造天地 对于信道的人 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你应当宣读启示你的经典 应当谨守拜公 拜公的确能防止 丑事和罪恶 今天真主却是一件更大的事 真主知道你们的作为 不依最优的方式外 你们不要与信奋天经的人辩论 除非他们中不义的人 你们应当说 我们确信将士给我们的经典和将士你们的经典 我们所崇拜的和你们所崇拜的是同一个神明 我们是归顺他的 我这样把经典将士你蒙我赏赐经典的人 有确信他的 这等人也有确信他的 只有不信道的人否认我的迹象 以前你不会读书 也不会写字 假如你会写字 那么反对专理的人必定怀疑 不然这是我明显的迹象 他保存在学者的心中 只有不义的人否认我的迹象 他们说 怎么没有一种迹象从他的主降临他呢 你说迹象只有真主那里 我只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 我这样是你这部经典 可以对他们常常宣读 难道还不能使他们满意吗 在这经典里 对于信道的人却有恩惠和信念 你说真主做我和你之间的见证已经足够了 他知道天地间的一切 却信神邪 而不信真主者 却是亏损的 他们要求你早日昭示刑法 假如没有定期 那么刑法必已降临他们 当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 刑法必定突然降临他们 他们要求早日昭示刑法 活跃必定是包围着不信道者的 在那日 刑法将从他们的头上和脚下降临他们 他们说 你们尝试你们行为的果报吧 我的信道的仆人啊 我的大地却是宽大的 你们应当只崇拜我 每一个有戏戏者都要尝死的滋味 然后你们将被昭归于我 信道而且行善者 我必是他们在乐园中 得居在夏令祝贺的楼上 他们将永居其中 工作者的报酬真好 他们是坚忍的 他们只信托他们的主 许多动物不能负担自己的吉养 真主供给他们和你们 他是全聪的 是全知的 如果你问他们 谁创造了天地 制服了日月 他们必定说真主 他们是如何荒谬的 真主要是哪个仆人的吉养宽裕 就是他宽裕 要是哪个仆人的吉养囧破 就是他囧破 真主却是全知万事的 如果你问他们 谁从永终降下雨水 而夜雨水是已死的大地复活呢 他们必定说真主 你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不然他们大半是不了解的 这种今世的生活 只是娱乐和游戏 后世的住宅 却是充满生活的 假若他们知道 当他们成长的时候 他们诚恳地祈祷真主 当他是他们平安登陆的时候 他们立刻就以误配主 叫他们辜负我 赏赐他们的恩典吧 叫他们享乐吧 他们将来就知道了 难道他们没有知道吗 我曾以他们的城市 为安宁的境地 而他们四周的居民 被人劫掠 难道他们确信神邪 而辜负真主的恩惠吗 假借真主的名义 而造谣 或否认与降临的真理者 谁比他还不义呢 难道活域里 没有孤恩者的住处吗 为我而奋斗的人 我必定指引他们 我的道路 真主却是与善人 同在一起的